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沒錯 支持我們五元的PlaceOn,沒有廣告 今天這個消息是零一的 又是零一的消息很厲害 是啊 經常都準確的 通常說得出,很多時候都準確的 再加上消息說完沒了 有其他報紙說 真的更準確 去馬了 這個我也相信 現在是他用緊急法 用緊急法 將內地的醫護 會接管一些方艙 捉高彎那些 沒錯 幫忙叫內地醫護下來 當然要 我覺得我贊成 你看我們那天說捉高彎那些 又說瘋了線撞到牆壁 沒有人理會他 你不夠人 你不夠人做 他說一百個人 我昨天看東張西網 說一百個人管幾千人 你真是要搞到那些人 你趕洋嗎 趕洋嗎 你沒有洋人 因為始終說到醫護的問題 香港的醫護是需要註冊的 你來香港的時候 因為有法律基礎在上面 現在政府就為了加快整件事完成了 可以由內地醫護接管營運 這樣你要搞法律很久的 所以動用緊急法 搞一搞 撿一撿 這個形勢非常危急的疫情下 所以昨天香港政府公佈了引用緊急法 訂立了緊急情況 豁免法定規定 對2019冠狀病毒的規規 為政府推行中央支援的防疫抗疫措施 包括統籌建造醫院和隔離措施等等 為提供法律基礎意味著 內地醫護可以在豁免註冊情況下 去香港參與抗疫工作 包括醫治你們 嘩 厲害了 你不用怕沒有醫生或護士 大批人湧下來幫你們 怎樣 但是不是有些網民都在說他們的想法 稍後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實在是精神 因為這個消息就說到 為何會找人下來 你建造方艙醫院 你沒有人 你沒有人幫忙 中央幫忙建造 不如由內地人士幫忙接管和營運 因為整件事好像很合適 內地中央政府幫你建造 你找回內地人士去接管 好像是一條龍服務 你說醫護人員 內地接管和打理 網友說什麼呢 網友說 方艙醫院由內地醫護接管 香港政府為了入方艙的病人 買集體保險 出事有保險墊底就沒事了 有些網友很擔心會不會入醫院 很擔心有問題 有人就說 這些好笑 就說你回去要付錢 你現在香港要付錢嗎 會不會有些古靈精怪的事情發生 在內地經常聽到 又記得 在疫情 有幾宗新聞 因為疫情 爆發 內地醫院不肯接收 導致病人出血死亡 有多少這些 有些人在說這些新聞 你明白嗎 接著 內地中央政府就說 不行 在疫情下 無論多嚴重 都要先接收病人進去 先醫治 接著有些人說 會不會乘機 內地醫生很流行的 有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神經病 內地 你進去是免費的 神經病 你也知道 網友的想法是很 他聽很多 在內地醫院要付錢才肯醫 他現在下來幫忙 你進醫院 我們現在去竹高灣都不用錢了 所以說 打一下手指 你出院彈回五個水 你不要幻想這些才行 老實說 你現在的人說 上去被疫 接著上去進醫院 打點滴 就給幾千元 打點滴 你不如留在香港 現在正在建方艙醫院 大家都是在內地的護士照顧你 有些他不是的 他被疫 可能是想著上面可以喝起茶 你喝起茶 那你這個人不是很生病 但你又說 初遙遠又說 真是亂了 有些人說 一定要先給禮事 可以優先看病 想起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猜還有這些世界嗎 中央很重視這些醫院 你嘗試爆一宗說 那些醫護 香港方艙醫院 如果香港這種方艙醫院 爆出來 說要派紅包 才給你看醫生 你真的不丟掉整個中國架 你認為有這些消息 有這些新聞可以 或者這些人會這樣做嗎 完全不會用 絕對不會 我相信 對 他的人工下來一定 嘩 翻幾翻 不是 說到今次用緊急法 去做一個Polo 有報紙這樣說 相信接下來 內地醫護來香港 可以幫香港解決資源 人手不足的情況 因為始終說到 中央幫香港的四個地方 建設這些方艙醫院 已經在開工 包括青衣 新田購物城 即是以前新田購物城 元朗 譚美 洪水橋 這些地方都開始 啪啪啪起 說到其中 青衣方艙醫院 開工後一個星期 已經可以交出來 給人用 嘩 你真是快 一個星期 嘩 相當之厲害 說到 香港政府 也委託了中國建築集團 在竹高灣 啟得用地 增設多一萬個社區隔離 或者治療設施 加上 諾馬州河套區的方艙醫院 將香港隔離單位大增 行政會議通過 用緊急法 賦予政務司司長可為 預防抵禦 左言 或者其他方式 控制指名疾病 個案傳播 或者治療疾病 說到這些 照顧病人因素之後 可以豁免 豁免護士 醫護註冊 先 說到國家隊出道手 最初打算是主力協助 提升檢測能力 推動全民檢測 原本是這樣 我也知道 純粹下來給你一些意見 誰不知 情況是越交越和 一天又說幾多晚單 專家說到 接下來七個人會有一個人中 全港大概累計 可以有100萬人中 嘩 你現在都未去到100萬 不要說去到100萬 你都未去到20萬 醫院系統已經倒閉了 已經倒閉了 你怎麽去到 真的 百人嚴重了100萬 所以 中央 就幫忙出手 就在方艙醫院 有消息人士形容 方艙醫院 將會由內地醫護接管和營運 屬於行內經驗豐富的人士 可以幫香港 解決了人手短缺問題 另外 跟香港的醫療系統互補 萬一不行中招 患者都可以得到優質的醫護助理 嘩 想起都好像很好 看看湯家驊又說些什麽 他說 這個規定賦予政務司司長 決定來港人員 必須和抗疫工作相關 例如醫護 興建隔離設施的工作人員 當中未有限制來港人數 湯家驊指出 緊急法的效力一般都是三個月 如果有需要可以延長 至於容許未註冊的醫護來港來治理 這個患者會否引起政治反彈呢 他應該 他說到政府要留意社會的觀感等等問題 是 有立法會醫學界的議員表示 未知道政府引用這個緊急法 來香港支援抗疫的內地醫生 會否按照的行政程序 經過醫委會審核註冊 但是估計時間需要 因為你這麼急 人數又這麼多 醫委會未必能夠處理 又說到 如果這些內地醫生的專業操守 不受醫委會的監管 相信政府到時要考慮很多相關的監管問題 例如他們在行醫期間 即是香港 你又沒有在醫委會註冊 你又在香港幫忙醫人 如果他們在香港行醫期間遇上市民投訴 道德和專業操守問題 那應該由哪方面去處理 是不是 跟內地的監管情緒都沒有問題 但是都要有機制去處理 這也是對的 突然之間 你好像看外國新聞 不是說外國新聞 外國新聞都有的 那些什麼外國醫生做做手術 在拿一個相機玩直播 台灣那些 色衣服 色衣服 衣服 衣服 穿衣服 你遇到這些問題 那又怎麼辦 你平時在香港那些都說 有頭有臉 全部有註冊 我按個名字 我就知道你是誰 突然間你整個叫陳大文 這樣下來 原來是內地醫生 這也是 我沒有想到這裡 因為我正氣的想法 你就想到這裡 不是 突然之間你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是的 沒有仇報的 你想報仇也沒有 舉例 你中醫 舉例是中醫 他幫你把川關尺 他幫你把川關尺 忘記幫你把川關尺 然後說你是這樣病 你懂就說 不懂的 聽了他說 然後我回去跟你說 我跟吳仔說 他幫我這樣擺完之後 他說我這樣 不是啊 他做錯事 這些沒辦法 這些跟你西醫都不懂 這些多餘講 不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的問題 發現問題 我想投訴 原來這個內地醫生 沒有這些受監管的時候 我怎樣找他出來 你相信國家 他可以下來 他本身在上面也有一個認可 剛才你說的 我有一個想法 如果有些人 這個是你們這麼喜歡狂想 那現在只剪了分泌物 只剪了鼻孔 如果不是剪了鼻孔 剪了大個孔的分泌物 你真的沒有仇報 是的 所以大家在合理的範圍下 就要判斷 我相信 我自己覺得 內地的醫護是不會搞這些事情 那當然 你這個是上呼吸度感染 是的 甚至不會 因為他中醫 就不會拿高你的衣服 來聽你的胸口 他最多都是把脈 或者是探熱 不需要聽什麼 我反而會想一件事 如果市民真的遇著一些 你知道 因為我想那件事 就是香港人很喜歡投訴 香港人是投訴之都 對不對 那你一定有投訴的東西 不會沒問題的 香港人常常會找到 有些有問題的東西 總有些問題 服務不佳 招呼不周 是不是 明明我先來 為什麼要先去看他 都要投訴大難餐 那你這個位置 又怎樣去 給別人一些資訊 我相信 這件事 看看政府 我也知道 它可以用緊急法 做很多事情 那你會不會政府 搬送了 整個醫委會 他們那套監察模式 你們雖然未註冊 但on list 他們需要內地 交了人名清單給他們 跟著 他們based on this list 裡面的人 都要根據香港 這個醫療體制的規定 等同你註冊了 你們都要這樣做 你們總之一違規 都等同是犯了規 這樣你就反而有信心 雖然你說 不是 醫委會審批 現在不用了 我直接把那套監察 搬送下來 基於緊急法的情況下 這些人名清單 是屬於內地醫護來講的 護士幫手 他們必須遵從這個規則 香港的醫委會規則 我幫你 用這個緊急法的盤架 套了這些事情上去 那有什麼事的 可以的 到時候都一樣 好像你們註冊了香港護士的註冊情況下 都是這樣投訴 對不對 一樣做法 我覺得他們可以有辦法的 就說到 梁美芬 建議當局尋求內地醫護人員 來香港協助疫苗接種 救治工作 和照顧病人 必須時刻動用緊急法 排除法律上 制度上的阻礙 而醫管局主席范雄寧 也指出 希望中央派 派遣護士和醫生 因為香港人力已經耗盡了 一說起范雄寧 我女朋友又有很大的感覺 她那天一說起 你又說不用叫中 又說香港救了人 不用找人下來幫忙 就是說我女朋友說范雄寧 好像那天說完沒多久 現在這麼快又轉了口風 她說救人手那宗新聞的出處 我又找過 好像又不是她說的 她曾經提過 有提過一下 其實 提過一下 變是很正常的 對 變幻完事永恆 誰不知會弄成這樣 對 顧問論點也好 這個時候是真的需要的 因為 說到除了醫院之外 方艙醫院 你想想方艙醫院 捉高灣隔離 你誰去照顧 你沒有人去打 你一會兒就好像那些 撼頭埋牆 跳樓事件 變成游客 對嗎 再加上 老人院社 現在就簡直是 零一又獨家 由政府打算引進內地 二千個保健人員 火速來香港 聲援老人院社 這次大師經常說的保健 保健員 他說 這些保健員 應該說是負責老人院 因為有鑑於第五波疫情大爆發 大概360間香港的老人院社 都遭受波及 目前由於大量的院士 缺乏這些保健護理人員 情況水深火熱 因為建制人士透露 政府正正在研究 火速在內地引進 大概二千個保健員 來講 盡住老人院社 務求穩住 當前貧臨失控的局面 這樣說 嘩厲害了 你真的要有什麼 保健員 有 醫護人員 有 真是厲害 所以他救人手 他現在的問題就是 真的不救人手 他做一個停一個 是的 他做一個停一個 你怎麼搞 他現在已經 之前是十四天才可以復工 他七天就可以了 治檢 治檢陽性可復工 其實他這招就好像外國這樣 之前也是 也是縮的 縮短 你明明十四天也要縮到七天 他也是醫療的問題 真的 習大大自從一脫定音之後 沒有人說過共存和清零 你的報紙都不敢寫 現在整個共存清零二合一 說了 這些是領導人 當然 你現在要 你說不出事 OK 你叫人不要吵 還要繼續吵 習大大是第一句 當然 他就是領導人 誰敢說 你不要理會 你不要批評別人 總之現在正在做事 要告訴你 清零又好 清零是緊的 你喜歡 你爭論不共存 走在那邊 對著樹洞爭 你對疫情沒有幫助 爭論在那裡 打嘴炮 就這樣說 看得到 一聲令下 真的人都出來 你看到 始終香港 我都說是缺乏人手的 我相信很多網友都會看到 這個情況 一聽到這些消息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留言 無論正也好 反也好 你覺得這件事 對於有沒有幫助也好 人力 物力 這些事 是香港真的欠缺的 我和你都不認識 我又不是醫護 我和你都不是醫護 是不是 你叫人幫忙撩鼻 鼻都插爆別人 喉嚨都插到別人 反胃了 打針我不認識 整支針拍了下去 那你怎麼出來幫忙 有些事真的要專業人士去做 那你專業人士 香港有這麼多 只有這麼多 你不是 就能出來 但是奈何 真的內地有這麼多專業 我和你一聲令下 等待 等待 你一聲令下 你要我們就下來 那現在就下來 這些 我覺得都 摸一口飛是需要的 但是 說到說 有一個 又是接近消息 港府消息人士表示 承認 政府現在研究有關方案 很大機會 又會短期落實 今天星期四 應該星期五 又有話說 是不是呢 上個星期五 不是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應該又有話說 會不會呢 林鄭每月到星期五 就有些話說一下 經常都 說到 根據目前 安奧院規例 那些保健員 也是需要註冊的 在香港 截至2019年初 本港的註冊保健員 大概有 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二人 不過 你二萬多人 除了第五波爆發 你這樣中發 像你說的 中完又要休息 這樣 人是越來越少的 對吧 那你 舊時一個可以打 十個 舉例那些 叫做保健員 招呼老友記 十個 那你現在沒有辦法 可以這麼分散 可能你要一對三 一對二 那你需要大量的人手 的時候 你就沒有 所以呢 政府就想著 有方向下來 幫忙 我都覺得對 你所有規例 要根據安奧院規例註冊的 都是那一句 你不就用緊急法 基於安奧院條例 裡面的規矩 套進去 在香港人的名單 就可以了 有齊齊 齊齊資料 是不是 你就有齊齊 這個陳小明 這個陳大明 那樣 裡面是甚麼註冊編號 本身在內地有甚麼編號 拿了所有資料 根據這些規例去做 就可以了 人們越先進 人們越迂腐 你比起以前的瘟疫 有一個地方 大國 去幫一個小城市 你拍爛手掌都來不及 現在想了 我想有 他現在 不要想他那些歪來歪斜的 即是想那些 甚麼色衣服 不是想那些 你想那些登記 有沒有甚麼可以追究 所以香港都是投訴之刀 是啊 以前我當你五六十年前 沒有電腦那些輸入 你會不會想這些東西 你現在越先進 那些人越迂腐 所以我就說 你要滿足到香港人所有的問號 最快的方法就是賦予他們 你抽回那個 現在那些安奧院註冊社的條例 那些保健員 應該要根據甚麼規矩的內地人 全部跟回 背上你進來 緊急化 你都要根據這條條 你都是跟這些的 不註冊 當你們是特別例子 但是你們要控制背上這個規例底下 做這些事情就可以了 政府你說甚麼都可以 你這個時候抗疫 你現在的目的要抗疫 對不對 你搞抗疫為主 那你們怕市民擔心 那些人會不會做得不好 或者是投訴 又是投訴那樣東西 那就給大家這些保障 那些人就安心 我覺得有很多辦法 你人一定要派下來 你不能不派 因為說到如果你不派 那那些人怎樣 你就在那裡哭哭哭了 現在香港現有醫護的事情 做到嘔血了 就是真的 你想 你寧願看到這些情況 還是真的派人下來幫你 你自己想 有些人是要 不能寧願 不能你選擇 香港現在不夠人 不是的 有些人說我寧願 我寧願在歐洲 我都不想那些人來 你嘛 你嘛 我只是說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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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可以在網上打字 罵這個罵那個 沒有你那麼好戲 沒錯 有些很多人要人幫 你不需要一件事 好像那些不要消費券 說沒用的那些 還給我 我再去捐上他 你拿去給一名歌也好 什麼都好 真是離譜 有時候人是很有趣 我固然會明白到 大家的想法有很多 你等同說 你內地搬了很多器材 你真的有病 你不用嗎 你沒有器材 有些人是這麼不喜歡 沒有辦法的 你也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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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他的器材 有沒有信心 也好 你也要用 你香港 你香港有多少救護人 醫護 醫院 做到嘔血 想休息也不能休息 對嗎 你當現在的天 在這麽乾乾的情況下 灑一場大雨 就放下手 然後去驗乳水有沒有毒 水都不能喝 你跟我說 那些乳水髒 不要喝 酸乳來的 死的了 那你就渴死了 我沒事的 你媽媽死了 你旁邊的家裡的媽媽死了 那意思是 你不要只看自己 是啊 你喝了 就未必中毒死 你不喝 要三日內必死 你沒有水飲 要自己選擇 他們當之路怎行 我明有些所謂矛盾 那些人還在矛盾 現在還是戰爭 你看世界外面那些 你看 emotionally 例如普京要不跟你說話 聽話 從來都不說ターisa 是嗎 打你 就不要問 apprendre很理晃 大家明白 這是世代 是啊 有人下來幫你 或者感覺上 有派人到世界大戰 現在在打仗 都沒有分離我 太多了醫護都 你中國派人過去 他都願意更加開心 有時候 你想要戴著口罩過日子 還是想快點完 拿過一萬元消費券出來消費 你自己想 誰不想過那些正常生活 現在問題是在想當 你老闆找人幫你 你多不願意都好 這就是真的 有些人覺得 好像打了一份工作 你這個部門做不及 林允黨 接著叫另一個部門的人 抽過來幫你 你平時跟他們沒有兩句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他們做事不聰明 不如不要 你叫他們來 只會搞我 你做不定 你現在很聰明 你有沒有資格還 你又不想出去 我閉在家裡 你都不出去幫人 是啊 有時候 我不是刻意想 讚哪邊 踩哪邊 我們有時候 真的要看看事實 我們反而是幫 要幫香港的醫護團隊 整個地區 甚至乎人家 他們需要幫忙 需要人幫忙 但是奈何 現在香港自己 個個都幫不了他們 沒錯 那的確要外在的力 是啊 就好像說 我會自己病好的 不用吃藥的 不用靠外來的藥力去幫忙 你現在不是 師兄 你已經賣綠色了 你真的不行 那你都要接受現實的 何況 這是暫時的方案 老實 你洞這麼多醫護在這裡 香港的醫護 沒有工作的時候 又是浪費 但是這個時候 醫護人員做到 你只能夠 希望 經常都說 希望有人手幫到的 就是最好 這件事是真的 希望能幫到的 你現在 你零一收到這些消息 我猜應該會很快 有消息 放了出來 因為說到 我覺得很合理 是啊 因為你說到 其實安奧院那些 尤其是老人家 大家平時在疫情 沒有的情況下 都看得到 都說人手不足 是吧 有些資助院 就說 做到那些 所謂的保健員 都做到很麻煩 那你現在的疫情大爆發 那麼多人染病 又要看著老人家 又要做那麼多事情 每個人都做到脫皮脫骨 就說 就算你願意請 都未必有人來做 所以就是了 自己香港人 都沒有人願意來做 的時候 人家外國人 外地 外地 內地也好 外地也好 哪裏有不同世界各地 不同的人 幫你香港人手 你應該感謝 真的 不懂的 我覺得 從小到大 沒種過田 連米都不懂 最好笑的 一樣的 現在是找一些專業 有經驗的人 下來 你不是找一個耕田 下來幫你 大哥 然後說人家是賊 唉 隨便 香港人 香港人 你永遠是很有趣的 香港人 我也知道 你可以很不喜歡 你可以戴著很多顏色的眼鏡 看一件事 你要覺得那件事 怎麼看你的權利 我也明白 但是 人家下來幫你 出於好意 你可以搞女動斌 也沒有問題 是啊 你搞女動斌 你現在幫政府說這麼多 我也是基於事實去說出來 的確是想當是沒有人 你不是怎樣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不可以 說到 當飯吃 要不然老人家 誰負責呢 我是從這個出發 怎麼去想 我們也是 困苦的眾生 觀點出發 就不是這麼厲害 我們還可以在這裏 說話 我身體健康沒用 大哥 很多人正在病 是啊 就是這樣 差不多了 下節再說 拜拜